大家也都知道其實大陸做這個主播的也非常多 但是你如何做出你的差異化 凸顯台灣青年它本來的一個特色 因為台灣的青年在於整體的文化傳播 跟詩書打理這個區塊的特色非常強 還有第二點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點 他們覺得台灣的青年說話的聲音比較溫柔 而且比較嗲 所以在這個區塊它有先天上一個優勢 所以我希望就是透過這一次兩天一夜的這樣的培訓 可以帶動未來 它是一個起點 可以帶動我們未來可以透過像這樣的線下的培訓 還有未來可以更多的線上的培訓 想希望未來跟中國台灣網這邊合作 今年我們想培育更多的台灣本島內的主播 讓他們在疫情之後 或者疫情比較平穩發展以後 可以跨越台灣海峽來大陸扎根 然後去直接參與到這個產業的發展